大家好 我是董正榮 那我們現在要來談一下你要怎麼寫銷售文案 基本上你只要有在賣商品 你一定要有專屬的一個網頁 來當做你的銷售網頁 來販賣你的商品 那在國外網路行銷 已經有非常成功的一套流程 跟細節 包含你一開始要怎麼寫 接下來要怎麼寫 那當然基本元素大致上是這些 那應用的巧妙程度個人又不同 文筆也不一樣 成果也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呢我們只是簡單介紹呢 這幾個標準流程的一些重要的元素 或多少是按照順序來介紹 所以呢基本上呢 第一個為了要寫出一個吸引人的銷售文案 你可能需要一些工具 也就是說呢 除非你是會製作網頁 那當然你可能不需要額外的一些輔助工具 但是像我這種不會製作網頁的 我就需要一些額外能夠幫我實現以下的這幾點的工具 那日後我們會再介紹這些工具 那首先呢第一點就是你要一個吸引人的標題 因為大部分人齁一看就是看那個標題 沒有興趣就就離開了 大概五秒鐘左右就離開了 所以呢你必須要先有一個吸引人的標題把它吸引起來 把他留下來 第二個啊 你可能需要呢 有一支影片 來介紹你自己或你的產品 呃 也就是說做影片行銷 或者是呢 可能需要一個擷取email名單的表單 附在旁邊 呃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可能的元素 第三個呢就是 呃 你需要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 然後呢 第四個就是你需要提出問題 然後第五點就是你需要提供解答 那當然呃 你的解答呢 就是要使用你的產品或服務 那問題呢 就是點出呢 大部分人呢 他呃 他會遭遇到呢 就是的問題在哪裡 啊 是你的產品或服務可以解決的 基本流程是這樣子 然後呢 第六個呢 就是呢 你需要收集一些客戶的見證或成功心得 最好在你呃 正式發表之前 呃 發表你的產品之前 就先把這些見證呢 呃 先收集好 那這樣子會加深 呃 就是人家呢 就是 對你的產品的信心 第七個當然就是你需要有金流 能夠收付款 線上刷卡啊等等的 第八點呢 就是呢 你需要一個滿意保證 這個齁 是在 網路行銷裡頭比較特別的 因為這個齁 普遍在台灣呢 是 呃 很少 會有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在台灣的商品是可以退款啊 那七天內可以退款之類的 但是呢 可能在國外啊 他們常常都是 百分之百免疫保證 滿意保證是一個月或兩個月的期限 也就是說你買了之後啊 你一個月內或兩個月內不滿意 他 會 全額退費給你 特別是 特別是像資訊型的產品 他 也會這麼做 所以 對 對客戶來講 這當然是 呃 就是沒有風險 但是 所有的風險都轉移到 就是 你 升上去的 那第九個呢 就是呢 你一定要有贈品 因為齁 基本上人呢 是 很喜歡贈品的 人是 基本上本性是貪婪的啦 呃 如果有更多 然後 這些贈品呢 呃 越多越好嘛 然後 最好呢 他的價值啊 呃 基本上 如果超過產品本身 也 也 也蠻不錯的 這樣人家會覺得更不錯 因為有些人跟你購買產品 他可能只是為了購買你的贈品 都有可能 那但是呢 他的價值不能超出你的 產品太多 那不然你就賣贈品就好了 不需要賣這個主要產品 所以呢 以上這些呢 是幾個很重要的元素 當然呢 這個 這個 光這個就可以開一個 兩天一夜的課程了 因為齁 在國外 或國內又有人 專門在 開 銷售文案的課程 那我這邊提出幾個重點 那有很多的細節 我們會在日後呢 在 專題的呢 更詳細的介紹 好 那我們先介紹到這裡